近段时间,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关系非常的紧张,两国的总统都亲自上阵放眼警告彼此,甚至美军舰还强行穿过霍尔木兹海峡, 正在该区别进行军养的伊朗军队果断出击,将事先准备好的两艘报废的巨型轮船给击沉,以此向美国表明自己有势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伊朗方面甚至还表示将在干海域举行为期两天的军演,美国军方也表示将派出两艘军舰进入伊朗军演,并派出夺驾侦察机对伊朗军演进行全程的监视, 伊朗方面也会击沉,不介意美军当自己的靶子,正当美国和伊朗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劣之际,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好像有出现了转机, 据8月5日最新消息,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·卡西米称,等叙利亚局势相对稳定,或者是伊朗在叙利亚进行的反恐行动取得胜利后,伊朗方面将考虑减少住叙利亚境内的驻军,或者是全部的撤出叙利亚·卡西米称, 只要叙利亚政府,愿意我们将一直驻扎在叙利亚,之所以驻扎在叙利亚境内,除了巴沙尔政府的请求, 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为了打击恐怖逐一分子,现在叙利亚的反恐和解放工作已经接近尾声, 我们当然可以减少我们驻扎的叙利亚境内的人员,伊朗方面这次的表态着实让人有点意象不到, 这次的言论曾与伊朗强硬的态度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据悉,伊朗现在已经答应了将驻兵, 从以色列到叙利亚边,进行叙利亚内部撤离一百度公里,以换取以色列在叙利亚问其上的中立态度, 据相关军事专家卑西,伊朗如果不做出退步,将面临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境地, 虽然伊朗为了抗衡美国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控制曼德海峡湖在武装控制, 但是美国的势力还是不容小觑,霍尔木兹海峡有沙特和美国势力, 曼德海峡的邪对面,就对美国的吉布提基地, 所以如果长期的消耗将持下去,伊朗并不占上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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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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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